你也许苦老鱼买回来的菠菜、螺乐、香菜等沙拉蔬菜存放一周就变质,不得不扔掉。 如何将这些绿叶菜存放数周而不会变质? 如何延长新鲜螺乐、菠菜等绿叶菜的寿命以避免浪费并存放更长的时间? 有秘诀可以拌到哦 采摘螺类、弃去脑叶枯叶、清洗 轻轻甩去水分并沥干水分 可以用厨房用纸沾干水分 或者有的人担心厨房用纸有漂白剂 你也可以用麦当劳或肯德基的无漂白纸巾 沾干叶子上的水分后 纸巾包裹 转移到带拉链的塑料袋中 也可插入折叠的纸巾 以吸收水分 用干纸巾包裹 并密封在塑料袋中 可减少塑料袋中的水分 稍稍轻轻压扁 塑料袋以排挤多余空气 稍稍轻压扁 拉上拉链 密封 放入冰箱冷藏室保存 几周后 取出 仍然新鲜翠绿 而不是在一周内变质 这样储存 罗勒 菠菜等 沙拉类蔬菜 于冰箱中 一个月都不会坏 仍然新鲜翠绿